文昌帝君英志文广义结录 作为大德彼修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文本第36页 请看文句 心非有在 有不在 或为心不在焉 则事不见 听不闻 时不知味 若视之而见 听之而闻 时之而知味 此即心属在意 然则心固有在 有不在乎 约此六时也 非心也 且如美女在前 变身碍然 此因眼色相对而成时也 说作酸梅 口淡至深 此因舌味相感而成时也 登高四下 两股站立 此因深处相坡而成时也 认为虚灵不昧之体 则毫离千里 无量节来生死本 吃人换作本来人 此其未此余 心寒太虚 仁言经 佛告阿难 十方虚空 深入心中 如片云点于太虚里 佛于阿难 七处真心 七问七答 尽破其望 而后见显 妙明真心 令其阔然大悟 可谓深切著迷依 好 我们请看这一段 这还是讨论心 昨天我们谈到 有人执着心在身体里面 那么迫持心不在身内 心也不在身外 心也不在中间 那么下面就有一个观点 有人认为心有时候在 有时候不在 那这种现象如何去看待 这有在有不在的 是不是心 有人认为 如果心不在当下 焉就是当下的意思 那么心不在这里 眼睛去看 也不见 视之不见 听声音也听而不闻 吃东西也不知道味道 这就是心不在这里 如果眼睛一看 就看清楚了 耳朵一听 就闻到了 吃东西也知道 它是咸淡的味道了 这就表明心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一般的现象 当我们注意 心不在这里 大家都有体会 我们在这念佛 你想到家里事情 想到其他事情 虽然在这念 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 有时候念一个 自己很关心的事情 转换的念佛的佛号 这就是心不在这里 就好像原来有个居士说 他很关心买了花生 买了净了一批花生 怎么出手 他在做功课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念念经就念到 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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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念了很久 怎么我念什么呀 心不在这里 像孔子他这三月 去欣赏那个韶月 他欣赏的很多神 都不知道三个月吃肉 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 三月不知肉味 好像心不在这里 他投资在另外一面 那么如果我们当下 眼睛看 看明白了 听清楚了 吃东西也知道什么味道了 说明心在这里 念之在之 这是我们平时的日常现象 那么这样心 是不是就有时候在 有时候就跑了 就不在呢 那有在有不在的这种心理现象的 这种 是不是那个心的特点呢 好 这里要注意 这不是那个心 不是本心 是六时 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接触 这个色身香味触法 这个六层之间产生的事 这些六时 是六时 不是心 比如一个美女在眼面前 你老是看这个美女 多么的螺螺多姿 多么的漂亮 这时候由于余生俱来 就有爱欲的心 这样就有爱染的心 就很爱它 这种爱的心 就是染污的心 那么这个 你生起爱染的是什么呢 这是由于你的眼根 面对它的浓貌颜色 所产生的事 事它才会分别 它是美啊 还是丑啊 是高啊 还是低啊 这是湿的作用 还有当有人说酸霉的时候 酸霉口里就会流出口水 口水自然生起来了 曹操他有一次带兵 就碰到这个 所有的士兵都很困乏 口里很咳咳 他就说前面不远就有霉林 这样这些士兵一听 口水就自然生起来 就不渴了 这是什么 这是由于蛇根 跟这个味道相感 而产生的事 他没有吃 但是他想象 这个酸霉呢 就这个胃相 胃啊 内在的胃 这个产生的一种感触 所成的士 我们登在高山上 从高山上往下面看 马上瞎得两腿发抖 这就是由于生根 跟那个想到要掉下去的身体的感触 相逼迫而产生的士 这种士令我们感到害怕 如果你在那种情况下 你不知道下面是万丈深渊 这时候你也没什么害怕 是士导致的 好 这里面就有一个事情 需要我们明白了 这也是佛在仁言经再三强调的 就是我们一切众生 从无数节以来 种种的颠倒妄想造 种种的恶业 这是一般凡夫 乃至一切修行人 他最终不能得逞 无上正等正觉 只是在中间成为身闻原觉 乃至成为外道先人 以及逐天的魔王 甚至魔的眷属 这些情况 他为什么导致这些情况 无论凡夫还是修行人 都没有到家 没有成就 就是由于不知道有两种根本 就是心性当中的两种 所以不了解之后 就错乱修行 就是以生灭心 认生灭心为真心 这就像煮这个沙子 想盛米饭 纵然是成点间你在煮 他都不能得 因为你用生灭的心 来求不生灭的果 那是因果不相符的 那么这两种 就是要分别清楚 一种是无始以来的生死根本 这个生死根本是什么 就是我们众生 日常生活当中 所用的攀缘的心 把这个攀缘的心 认为是自信 这攀缘性就是 刚刚讲的六十的心 眼根接出色 产生的掩饰 耳根接出因生产生的 因生成产生的耳饰 这些六十的心为自信 这就是认贼为子 这就是我们轮回的根本 那同时我们要体认到 我们的心 还有一种就是 无始 涅槃 菩提 清静体 就是我们的妙明本心 我们要透过这个六十的心 来体认我们的本心 父母前卫生面目 但是本心 它往往被我们遗忘了 怎么遗忘的呢 就是我们一念无名妄动 使这个清静的涅槃的体现 这个本心就转为阿拉耶 阿拉耶士 这个阿拉耶士又叫一金明 十金圆明 这种一金明 它本来也是很明的 它由阿拉耶士可以生起种种的攀缘 攀缘 比如六根派产生四 这就阿拉耶就好像大海 四海 那么这个六十呢 就好像境界为风 所吹 所翻起的波浪 是吗 那么这个六十能攀缘一切 六根攀缘一切 然后它攀缘不到这个阿拉耶去 它攀缘不到阿拉耶 所以就好像我们的眼睛 能看外面的所有一切 但是看不到自己的眼睛 眼睛看外面 看不到自己的眼睛 所以这个当我们的六根向外去攀缘 六成产生六十的时候 我们那个这个妙明本心呢 就会引下去 消瘾 那么我们就是 我们这些众生 以攀缘心 在这个 每天去行为 而不自觉 见到颜色 不知道能见色的是谁 听到音声 不知道能听的是谁 为什么禅中参禅 要参一个话头 念佛是谁 他就要回归到那个 把这个六根六十 向里面去参救 这样就会把这个 我们的妙明本心显发出来 如果我们向外面攀缘 就把我们妙明本心给迷失掉了 迷失掉了就会起祸 造孽 造了孽就会轮转六道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里 这个安事居士也说 就是我们众生 把这个六十啊 就认为是那个 虚灵不昧的清净之体 这样就插之毫厘 失之千里了 无量节以来 我们生死的根本就是 以攀缘心 以六十的心为自信 这愚痴的人 还把他认为是本来人 是自己的自信 这就是可怜悯者 所以这个能言经 首先就是七处真心 十凡显见 就是让我们体论 这种不生灭的 这种无死涅槃 菩提清净体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样的 这个就点名下面就是 心寒太虚了 这样的妙明真心 它是非常广大的 没有边际的 就是大方广 广大如虚空 就近如虚空 广大无边际 那么虚空 虽然无边 虽然不可量 但这个虚空 都是我们这个妙明真心 有时候叫大觉清净心里面 是在我们的清净心里面 它的虚空好像无边 但是在清净心里面 它却很小 就好像一片小小的云彩 在整个虚空里一样 那整个的十方世界 就在虚空 在虚空里面 我们的射身 是在世界里面 我们的妄心 就是路团心 援引心 是在心里面 那你看 这个我们的真心 十方三世 一切 微成数佛刹 都是我们本心具有的 西方极乐世界 也在我们的 戒耳因验之中 那么这里要注意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经讲 距离我们 娑婆世界 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 这就好像是在心外了 那心外和心内 怎么理解呢 好 这里 要注意 距离十万亿佛刹之遥远 这是根据我们 这种 援引心 妄心来说的 它在 在西方极乐世界 是在我们的妄心之外 但是却在我们的真心之内 所以真妄 这两个概念 我们一定要清楚 刚才讲的大方广 那个真心 是无量边际的 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正方形的话 它中间有色表现 有一个圆圈 这个圆圆经就是用这个圆来表明虚空 身在大觉真心当中 就好像大海当中一个佛欧产生了 现在我们众生可悲悯的是 没有智慧的是 我们遗弃了这个大方广的广大的真心 而去认那个就好像遗弃了广大的大海 然后认那个一个小水泡为我们的真心 为我们的真心 那就在这个一个小水泡里面 就包含着这个世界 那个世界 这个虚空 那个虚空 也包含着娑婆世界 包含着极乐世界 就在这样的一个圆里面 娑婆世界距离极乐世界 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 但是无论是娑婆世界 还是极乐世界 都在我们的妙明真心之内 所以这个对我们净土中的 这种理解信念是有好处的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既是我心内 它就是我的真心 妙明真心 无信 无信呢 我们就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名号 体性来显发我的心 来显发我的心 所以在真心层面 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是心境一体 在真心层面 阿弥陀佛所挣到的这样的果 也就是我们的心体 这叫心境一体 身佛同源 求阿弥陀佛 就是求自心 不是向外求 那么要把自心显发出来 需要借阿弥陀佛的功德显发 如果在真心层面谈 这就是唯心净土 自心弥陀 但妄心面前谈 它是这两句话是不可谈的 所以这个 能源经就讲到 十方虚空无量 无边的世界 身在你的真心里面 就好像一个小小的云点 云彩点在太虚空里一样 那佛在人眼睛起足真心 就是开始 这个阿弥陀佛说 他出家 因缘是由于看到了佛 像好庄严了什么的 他才出家 那佛就开始跟他问 你眼睛看到心里欢喜 要知道使你轮转六道的 是这个心 这个眼睛 是他的原因 那现在佛就问阿弥 你说你现在的心和你的目 现在在什么地方 阿弥陀首先就说 心在身内 身内 佛就一一破词 心不在身体里面 阿弥陀佛说 心在身体外面 也不在身体外面 阿弥陀佛又反过 又说 心在六根 浅在根底 根里面 那也破词 那阿弥陀佛又说 这个心 他又进一步说 还是在里面 就好像里面有五脏六腑 还有那些翘穴 你这个 这个开眼见明 而这时候心在外 闭眼见暗 心在内 他又用这个观点 那佛也破词不对 然后第五个他说 这个心在一切处 就是心有一个思维的体性 那谁说我的心所到之处 谁说境界有 我的心也 也有 他 也破词 心 不是和和处 心也不在中间 心也不是 无拙 把一切破词之后 让他茫然是错 那心到底在哪里 心不在一切处 这时候心 不足一切法 这时候才 住在波尔上 因无数住 而生其心 这就是讲 因生无数住心 那无数住的心 才是你的真心 破一切妄心 才能显真心 那么这 这能源经这一段 是非常精妙的 无论是参禅 还是念佛的 都要把这个 反复去读一读 那么由于这个 跟恶难之间的 这个七次的问答 把一切恶难 恶难实际上 也是代表着 凡夫众生的知见 生灭见来 来提问的 佛就 一直把这个 虚妄的观点 彻底破掉 破尽之后 才会显发 我们本有的 妙明真心 而难最后 豁然大悟 悲喜交集 所以这一段经文 非常深邃 非常亲切 非常明朗的 所以我们 如果用虚妄的心 去念佛 去参禅 他就会舍外境 向里面走 那真心 他还有一个内外 真心就是 内外一如的 集外为内 内无外顾 心境一如 所以这个 我们用这个 虚妄的心 援引的心 六十的心 去求西方极乐世界的 念佛三昧 是不可得的 那么 援引心之外的极乐 也正是我真心 也正是我妙明真心 那么我这个真心 我们的真心 就像大海 不争不紧 那个援引心 六十心 虚妄心 就像大海的 一个佛欧 一个水泡 那么它是生灭的 生灭法 生灭法全体都是虚妄 但虚妄的当下 照见他不虚妄的 不生灭的真心 这个讨论到这了 那么安事居士 最后一个暗语 这个心 就是在这个 英字文讲的 人 人 如我存心 这个心字是很含糊的 到底是指什么 援引心 入团心 妙明真心 这些 如果心的含义 比较含糊 那存 它存什么 也很难缺切地表达 所以如果要对这个进行全息 就得将错就错 可浅可深 根据前文来顺着读 存心 存什么心呢 就是前面讲的 他英字 未尝虐明 救人之难 忌人之急 容人之过 这些 这是文昌帝君的存心 这就是存好心 存善心 那么我们 读这个英字文 就得要敬仰 就得要效发文昌帝君 也存这样的 救人之难 忌人之急 容人之过的 这样的心 就可以了 那存这个心 刚才我们讲的 哎呀 那个好像很玄妙 但是跟事项上的善心 好心 它也是相辅相成的 鲁家有句话叫 下学而上达 事项上你存好心 做好事 这是下学 你做到一定程度 修到一定福报 开发智慧 就能够了解 圣贤的心法 就能上达 这种佛教就讲 你由事词达理词 你在事项上去行词 就能够 切入到理体 就能够 安忍在 安住在那个般若 般若上 所以我们学 这个文昌帝君音质文 这里如我存心 尽管我们讨论 玄妙的心性的 这些道理 但从事项上来看 还是要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这样开始 好 南无阿弥陀 请不吝点赞